前段时间的百花奖颁奖典礼落下帷幕 易烊千玺凭借奇迹奔小孩以及中国医生 获得了两项提名 虽然最终奖项没有落到她手里 但是提名即是获奖 这也是对易烊千玺的肯定 况且业内人士一直对易烊千玺赞赏有加 而易烊千玺所参演的作品也一直备受好评 虽然这两年千玺出演的电影比较多 但她的电视剧作品也是不错的 尤其是《长安十二时辰》 这部电视剧改编自马伯雍的同名小说 历史大背景设定在天宝三载 这时正是唐王朝鼎盛的时期 可十一年后安史直乱便爆发了 一时间百姓生灵涂炭 靠着演员们精湛的演技 细致的服装以及那紧张刺激的剧情 让观众们纷纷拍手称好 而且这部电视剧的不仅非常细致精美 宝宝我们真的来到了盛世繁华大堂 在剧中易烊千玺所饰演的角色名称叫做李璧 是个孤傲沉着的少年 他身着青色道袍 手拿一缕浮沉 虽然是一种朝城爵士的道士装扮 不过这位小道士的身份可不简单 他可是靖安司的第二把手 这靖安司是什么地方呢 那可是国家的情报机关 李璧的报复是家国天下和大唐百姓 他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要做宰相 长安十二时辰是一部历史还原度非常高的一部剧 所以李璧也会存在历史原型 李璧的历史原型就是历经四朝的唐朝重臣李璧 他是看元年间名副其实的神童 自幼酷爱文学 幼年时就以粗通黄老列庄学说 李璧七岁那年受到唐玄宗的召见 李璧进宫的时候 唐玄宗正在跟张说下棋呢 张说看到李璧进来就考了考他 问他什么是方圆动静 李璧听后回答道 方若行义 圆若用智 动若持财 静若得意 现场的人听到这个答案后 不免有些震惊 毕竟当时李璧可是个七岁的孩儿童 能说出如此道理 简直是惊为天人 张说听到答案也赞叹有加 当时就夸李璧是神童 唐玄宗听到张说如此夸奖李璧 也非常的高兴 还送给了李璧好多的礼物 甚至特意叮嘱李家 一定要好好照顾李璧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李璧 满脑子都是家国大事 成日为百姓的疾苦忧心忡忡 但历史上的李璧相比于剧中来说 倒是云淡风轻了很多 李璧长大之后 才华越发显现出来 深得玄宗赏识 不过李璧这个人自在的很 他并不最新仕途 而是寄情于山水 隐居生活 他痴迷于研究易经 一心追求长生不老之术 这样的一位天才 只做了区区一介不一 难免让人觉得有些遗憾 唐玄宗也是如此想的 所以在李璧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被唐玄宗召进长安讲学了 并且唐玄宗还把太子李璧 交给了李璧 让他跟着李璧学习 在此期间 李璧和李璧便经历了非常亲密的关系 身居高位自然会被人嫉妒 杨国中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嫉妒李璧受重视 所以就处处排挤李璧 李璧正好还不想入朝围观呢 干脆就直接辞官鬼影了 安史之乱爆发后 唐玄宗终于是顶不住压力逃跑了 太子李亨林威受命 在05继位 史称唐素宗 唐素继位后 并没有忘记自己那位好朋友 于是下令四处寻找李璧 这有时候吧 可能也是天命如此 李璧当时恰好在05 得知李亨在找他 便与李亨见面了 两人彻夜长谈 讨论当时的危难局面 应该如何度过 同时也在分析失败的原因 不得不说 这天才就是天才 李璧给出的建议 倒真的扭转了局面 立下大功后 素宗便要授予他官职 同时也是想让他留在自己身边 但李璧无心入室为官 所以拒绝了素宗 并直言自己是山人 如果素宗真的需要他的话 就给他一个克亲的身份好了 不过李璧虽不接受任何官职 分量却超过了朝中任何一位大臣 最后权力竟然比宰相还要大了 这次没有了杨国中的忌妒 又招来了崔元和李府国的猜忌 所以李璧主动请辞 继续隐居修行去了 素宗这个皇帝比较短命 只做了几年 天下之主就驾崩了 由他的长子李玉继位 史称唐代宗 由于当初安史之乱的时候 李璧保护过李玉 这才让他成功继承了皇位 所以李璧对于李玉来说 可是恩人 李玉登基之后 立马就又派人去寻找李璧了 想让他重入朝堂帮助自己 印阳清洗所饰演的李璧备受好评 历史原型更是先锋道骨 轻心寡欲 唐代宗把李璧寻回来以后 就给他封了关 还给他建了房子 逼他吃肉 甚至还给他娶了个老婆 李璧轻心寡欲了这么多年 这对于李璧来说 就算是破贱了 李玉对李璧可以说是言听计从 李璧说什么就是什么 只是这次结果还是和前几次一样 李璧又被人嫉妒了 这次是宰相元宰 不过他倒是没有心害李璧 只是想了个招 把他支出了长安 不过元宰大概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有一天会被查入狱吧 他入狱之后 李璧自然也就回来了 结果刚回来 就又被新任宰相逼出去了 不过这皇帝要是想任用你 不管你在哪里都能给你权利 所以李璧就算在外地 权利也比宰相大 但这个人偏偏就是执着于修道 就又一次辞官归隐了 等到李璧的儿子李阔继位 到底还是把李璧给请回来了 并且封他为宰相 李璧入朝当宰相的时候 已经66岁了 他这丞相才当了两年就嫁和西去了 不过能被四朝皇帝重用 李璧这一生也算圆满了 叶阳千玺将李璧这个角色 诠释得非常好 就连导演都曾直言 这角色除了叶阳千玺之外 没有第二个人选 我想导演之所以能坚定地选择千玺 也是因为千玺 这个角色的适配度过高吧 一定程度上 他们二人其实是有共同之处的 李璧七岁能闻 少年成名 受万人关注 他的身上背负的是整个大唐的命运 而叶阳千玺同样是少年出道 年纪轻轻便已经是顶流 他身上背负的是自己的梦想 家人的期盼 以及粉丝们的关注 他的身上也有着沉甸甸的责任 李璧面对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官职 也只是想归隐山林 不醉心于仕途 而叶阳千玺站在名利场上 面对着那些赞美与嘲笑 也想活出另外一个自己 也会去想 如果自己不做一人了 又会做什么呢 所以叶阳千玺看似是在眼里闭 其实只是在还原自己的生活常态而已 从小到大 有关他的流言蜚语 从来就没有少过 可如今他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那些来自外界的压力 虽然在圈子里千玺已经成为了前辈 可他依旧是少年 所以我们也依旧相信少年未来可期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了